这位大德同修 新年吉祥 阿弥陀佛 非常高兴 每一次都能跟大家一起 学习无量寿经 就像夏年居老居士 知道了 求生极乐世界的念佛法门 高兴了三天 笑得何不拢嘴 所以我们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这一日到来 我们不能再错过 就像我们董立娅老师 在认识佛教当中 举了红衣大师的教诲 这样殊胜的因缘 我们假如错过了 那是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 老法师常说的 无量节来稀有难逢 再不掌握住 那是不是还要再等无量节呢 所以我们这一生 最后生 不能再投胎了 佛经理讲 要所作以伴 不受后有 那对我们修净土 这个以伴 那就是世间都放得下来 任何人事物 不动我们的心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用现在话讲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护照办好了 我们得努力 达到一心求生 世间不动我们的心 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 主功德 调众生宣妙礼 主功德是福田 这些与会的大菩萨 都是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他们都是 同体大悲 在互念一切众生 调众生 调是调理调欲 为什么要调呢 因为众生的妄想 杂念烦恼很多 往受轮回 无有出奇 帮他调理 让他能够随顺法性 能随顺自性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烦恼习气 这样慢慢呢 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就越来越淡了 这都是靠 这都是靠 老人家每一句都是法药 我们想一想跟老人家学习 有没有每一年烦恼越来越轻 2021年又过去了 我们有没有感觉烦恼轻了 有没有哪一位同修大德分享一下 我感觉我去年哪个烦恼轻了 因为我听了老法师哪句话 给我们做一个证明 老人家的教法就是在调我们的心 调众生 我看没有人举手 可能大家习惯说 应该是法师先讲一段 今天怎么变呢 这个随时不能产生执着点 没有知作点才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刚好成得这么一问你 你就能硬 好 我们先请善后 阿弥陀佛 尊敬的师父 各位老师 大德 仁者 吉祥 阿弥陀佛 善后还是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这个师父问的是老法师的讲经 因为善后在听老法师可能稍微少一点 就是听师父的讲经多一些 所以善后分享关于师父的一些 就是对善后的一些影响吧 善后记得在第二堂课的时候 师父在讲课当中有说 说我们很多修行人是一半以上都没有认真修学的 然后那天晚上善后就做了一个梦 善后做梦呢 就说 在那个镜头面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感觉像是一个演员 也不知道是不是演员 就是他 我听不到他说话 但是我知道他在说 说完以后呢 他就用手指了一下窗户 然后我就在窗户上看到三个字 三个字上面写的是一个人 然后我当时在想一个人呢 我就要想阿弥陀佛 但是我刚把阿弥陀佛想完以后呢 好像就出来这个结果了 这个结果就是阎罗王 然后我就感觉是听到这个 听到三个字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 就是三个字阎罗王 我当时在想怎么这差别这么大呢 我说在想阿弥陀佛怎么是阎罗王呢 这差别太大了 当我醒过来以后我就在想 因为那个时候上后刚好患新冠了 就是确诊新冠 然后那个是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 那就是我就在想我醒来以后我就在想 那是我自己是很想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很想去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 所以我想的是阿弥陀佛 但是呢我的实际行为 这个修行啊 就是跟阎罗王是相近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师父说的 一半一人以上都没有认真的修学 我就觉得啊 我当时就在想我可能就是那一半人以上里面的 所以我晚上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心里想了阿弥陀佛 但实际上是跟阎罗王相近的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惭愧 我觉得都是自己的一念心 所以说就是这个梦以后呢 我就觉得啊 那不管是积极消极的 还是善恶业 都是我自己的一念心造成的 那所以说就得好好从自己心念上去下功夫 真的把这个心跟这个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才可以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加持我 然后呢 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呢 上次就是跟一个朋友视频聊天 因为很长时间不见 正好是过年呢 过年的时候我们就通了一次电话 就是彼此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境况 然后呢 我们就聊到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 就是各方面吧 就是有一点 因为触动他了 所以说也触动我了 就是我在跟他聊 我之前对我父母的那种感受的时候 我就说到我以前就是对父母的埋怨 然后现在呢 是发现我自己的问题了 我是记仇没有记恩德 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 我就把父母对我的恩德跟他分享出来了 我就说我以前就是怎么顾好啊 这个心念特别的不对 然后呢 就说着说着都还哭了 然后我又跟他继续分享 我说我这个心念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就是因为听师傅的 师傅的奖经啊 开示啊 包括言传身教 我都有跟他多少分享一些 然后呢 我就跟他分享完以后呢 就是那种惭愧心 忏悔心 还有对师傅的感恩心 包括对大环境 各位老师的这种感恩心 生出来以后 就触动到他了 然后他说 他说我今天跟你聊天 我觉得我很有收获 他觉得 他觉得我好像跟他上了一课那种感觉 其实他 以前都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也谈不到说是谁能够影响谁 可能彼此那些烦恼兮兮的碰撞 但这次的话 我跟他分享完以后呢 他觉得他有收获 那更大的是上户的收获 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惭愧心 忏悔心生出来 然后对师傅的感恩心生出来 就是生出来以后就有点 就那个情绪就很难 很难就是控制的 就是哭了 然后呢 对想到 有师傅有想到 每一位老师 对上户的提携 其实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只要上户真的是在每一位老师身上 去反思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是对我的鼓励也好 是对我的那个批评也好 都是对我的一个德行上的一个提醒 所以说我这样子想的话 那真的是每一位老师都是上户的善知识 所以我就觉得在加上之前那个梦 我就觉得一下子就让我感觉 我从以前的那种负能量的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 变成现在的一个正能量 有这种心力去面对自己 有这种心力去让自己要突破自己 我要去提升了 因为以前想的时候 是想得很好 都是从果上去想的 比如说我要善学 但是现在我想的话 我要善学 我首先我得从负能量转成正能量以后 我才能去善学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善学 还有一个基础 就是这个心态必须要对 必须要正 那这个是善后这一段的一个反省 或者是一个心念上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心念转变过来以后 自己就很有收获了 那听经 特别是以前听一遍就过了 现在可以去听几遍 这样子这个正能量就不断的去注入 那善后现在感觉就是 这个正能量是挺足的 也是非常感恩师傅的言传身教 然后对善后的提点 还有各位老师 各个团体对善后的提携 在这里善后非常感恩 感恩师傅 感恩各位善知识 那善后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就是感恩师傅 任无戏无声的这种慈悲 然后善后呢就是 后面就是好好修学 在这个大团队里面 然后依师傅的教导 一直向约 往生西方 此生往生西方 然后善后就分享到这里 同生极乐国 一个都不能少 同生极乐国 开师傅 我们这一会 现在线上 哎呦 68个人 大家真的都是过去生 都很有缘 这一生 我们用共同跟着师父上人 修学念佛法门 所以我们 共同 善有为一 同生极乐国 那刚刚 善后提到 他在 听陈德讲到 我在想说 我是不是讲说 百分之五十以上 修学不得力 我 可能不是说百分之五十以上 修学不认真 这个 也 也对 那 就是说 这个百分之五十以上 修学不得力 就是 我们 不能忽略 明理这一块 你要把道理搞清楚 不然 很用力的在修行 抓不到根本 抓不到实质 你 重行事 没有重实质 那都学到 向上去了 很精进 很用功 但是受用 有限 这个受用 最明显的 我们的身心 有没有更安定 家庭 有没有更 和乐 就像 《无量寿经》里面 说到的 尊卑男女 眷属朋友 转向教育 志向约简 和顺意理 欢乐 慈笑 家里应该是一团 欢乐 和谐 所以老人家讲经 有说 你学了佛 家里不和谐 是因为你学佛 是因为你的言行 那就学错了 跑到一个雾区去了 那当然 我们刚刚听 善父的分享 没有离开 无量寿经 解读 禅辅 八禅 我们都被他困住了 首先头两个 无禅 无愧 这个人的良心 正能量打不开了 惨愧心 一起来 正能量快速提升 他自己都 感觉到了 我们刚刚才讲 调众生 宣妙里 佛法就是生活 我们怎么调众生 用自己的真诚心 真心就可以换真心 所以他的惭愧心起来了 发露 自己不应该怨父母 他们那一代人 多不容易 哪怕 他教我们 对待我们的方式 有不妥 无量寿经也提醒我们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殊无怪也 整个大环境 传统文化 忽略了几代人 他们很用心 很尽力 但这些礼 他们没有机缘 遇到了 所以老人家 讲经常常提这一段 这一段要入我们的心 这是树道 子供 很会请教问题 问孔子 有没有一个字 可以终身奉行 孔子马上教导 其以束夫 束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今天有一件事 你很尽力 但是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结果对方都一直怪你 你难不难过 我很尽力 我也不愿意这样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而且佛法最重要的 改心 转念 念恩 望愿 跟父母的关系改善 很妙 跟父母关系一改善 心地的保障就开始流出来了 地藏 地藏 开发心地保障 跟其他人的关系 跟着变化了 所以我们看 解诸残腐在哪 调众生 宣妙礼在哪 佛法就是生活 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 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预定 每一次一几 那成德已经 有点进度落后了 一几多了 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想说我们这一次 一起研讨 我们是不是强调在 学一句 有一句受用 学一句都能够把它用出来 落实在生活工作 主事待人接物 那每一句 老法师开解的重点 这个就要花点时间来 深入 不能走马看花 不能湖沦吞藻 所以可能 这么讲下来 可能29会变成58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这个要先尊重大家 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考虑 好 有的话可以说出来 我们这个是 可以充分沟通交流 都可以商量的 报告法师 我们求之不得 您别说58 你想78都可以 谢谢 谢谢董老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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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继续听 一直听 那 那成德就求 佛菩萨加指 我也 这个新装 不要有一个58 也不要有一个78 都把它放下 跟大家 我们在因为 学这一部经 老法师已经讲了 身灌顶皆 这是佛法的顶法 在加持我们 读读诵的之后 是诸佛菩萨在加持 在一起深入研讨的时候 也是佛菩萨 随时在给我们灌顶 所以既然有诸佛菩萨灌顶了 我们就放开了 我们就横顺应援 好 好 那 刚刚 我们 山护老师也提到 很感谢 团体里面 所有的 老师 因为末法时期 侯义大师的净赦名 这个教诲重要 首先 净土违规 人懂的净土违规 他就知子 知子 而后有定 我这一生 唯一求的归宿 就是极乐世界 我对这个世上一无所求 他的心才能止住 对世间的贪求 净土违规很重要 再来 持戒为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而且持戒 才能得清净心 心净佛祖 才能净 印光祖师 教导 我们修净土的人 首先要发菩提心 我们下一集 这一集 以诸法药 救了三苦 老人家 把诸法药 浓缩成五个行门 让我们受此 太慈悲了 不然 佛法好如渊海 我们先来挑 这五个就代表一切行门 没有漏掉的 尤其 修学的基础是三福 三福里面 第三福 发菩提心 无量寿经 第二十四品 三倍往生 都有同样的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修学手中发菩提心 刚刚 善父老师提到的 念父母的恩 这就是菩提心 因为这个因缘 发起来了 我们读诵者 无量寿经 读到 我爱卢等 胜于父母念子 我们念到这一段 眼泪流下来了 念着释迦牟尼佛的恩 这个心念 就是菩提心 念本师恩 这么好的无量寿经 我得尽心尽力 为人演说 把它介绍出去 这个也是菩提心 念正法 久住 这一部经是当来一切寒灵 皆因此法 才能度脱 莫法 异议人修行 罕易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所以菩提心 必有因缘 方得发起 万法是因缘生 菩提心是我们本有的 遇到严 我们这个真心 菩提心 现前 所以劝发菩提心 文 大家隔一段 要读 真的是 醒安大师 慈悲到极处 偶心力学的开示 真的我们以前说 读出师表 不哭者 不忠 读到这个劝发菩提心 文 读劝发菩提心 文 不哭者 没良心 那祖师 慈悲到极点 那个真的每次读 都忍不住 被 祖师的 真心 所感动 真的都觉得说 哎呀 不发菩提心 不往生净土 他也对不起祖师 那 偶尼大师讲到的 净土违规 也是 应主强调的三点 就是要 具足信愿 真心 确言 要求生 应主讲的 那个 慈戒 跟偶尼大师 完全相应 祖师都是 一笔孔出去的 佛佛 到头 观心 为要 偶尼大师 这句话就是 张家大师 交给老上 从根本修 从起心 动念 出修 观心 为要 第四 善有 为一 这代表什么 这个时代 一重 靠重 很重要 其实 每一句法语 背后 也是要 我们自己 善思维 善体会 我们修学的过程 我们 观察观察 问问自己 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 当局者迷 旁观 则轻 假如 这个童三道友里面有心比较静的 实在讲 听我们讲话 人家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 甚至一看我们的脸 就知道了 为什么 相有心生 那面上无称 共养聚 我们的脸上 有没有一种 喜气 现在大过年的 人家一看到你就欢喜 哎呀 迎喜神 就像大年初一 弥勒菩萨圣诞 在我们中国四县布袋和尚 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了 身平等心 成喜悦相 笑口常开 那体会到 我们都是成年以后才学 真的就像于敬意公 还没有遇到赵神也以前 真的是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 到了四十七岁 怨天尤人 还写书文 向上天抗议 而且学了好多年 查不到自己的问题 甚至于 赵神也已经提醒他了 他也不承认 他说那不是天地之间 先兮必记 一点点善都会记 我那么多年哪可能一点都没有 他还不承认 最后讲到让他跪下来 你一定是尊神 才求他救把 所以要看到自己问题不简单 那于敬意公 饱读诗书 十八岁就高中秀才了 可是读书名里的 像陈德 圣贤书都没怎么读 遇到老儿上才知道饱 那于敬意公 那是从小读的 那基础比我好多了 要打破自欺都不简单 所以当局者迷 古人讲的这个话 有道理 旁观者清 真的有一心向道的同参道友 那是我们人生的大福报 要珍惜 你看我们很感谢我们 董老师给我们分享 老儿上的认识佛教两次 而且他每一次分享里面 是把老儿上不只是认识佛教 两次认识佛教的这些教诲 还把大经科著这些融进去 在听课当中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 董老师很正直 执行是道场 执行是道友 无需假顾 那我们同学们很可贵 我看了一下 好多都是我们认识佛教 一直跟过来的 这个真的是善友唯一 那真正有善友 还得要有一个先决条件 才帮得上我们 就是弟子会教导我们 闻欲恐 闻过心 人家提我们的问题 欢喜 哎呀这个年头 人家又不愿意得罪人 还肯提醒我们 那多难 甚至于要给我们提醒的时候 还得深呼吸 我还得看我们 什么时候高兴一点的再来讲吧 都得琢磨半天 所以有时候你的亲戚朋友 真的提醒你的时候 你要马上体会一下 哇我看他可能酝酿蛮久的 要珍惜啊 唐太宗为什么成就盛事啊 他就是珍惜 为真这样的忠诚 对他的提醒 人能接受 同参道友的劝谏 甚至是劝谏 这一生道业一定会成就的 况且我们都是非盈利机构 彼此也没什么利害关系 所以更要能接纳 在团体里面因为工作 因为一些相处 人家给我们提的意见 那这样质量是 见相形 好 我看 我们这个三父一举手 很有带动力 我们现在请目先 阿弥陀佛 感恩成都法师 感恩各位师长 能够 因为太踊跃了 我们这个分享了三到五分钟 好 我会 目前会抓紧要点 因为说话也是比较露锁 这是我的一个缺点 其实刚才上部师长说的 这些发言都已经大部分说到墨学的 不是墨学地址 目前的问题都几乎也是相关的了 所以我就简单 所以我就简单再说一点点 就是观学佛以后 就是心念 心念的改变 心念的改变 让我就是 收获很大 您可以具体讲一下吗 好 就是比方说是 之前呢 我 拿一句教诲 真的是 心念 心境 心境 国土境 还有脸 就是性 这个脸 这个心 心灵 新那个脸 像 就是上一次我 就是有家里儿子们都说过 我看着我这个脸都不敢 不想吃饭了 真的 我弄了时间 就是因为教育小孩的问题 还有 对小孩的光 那个跟丈夫之间的 不一致嘛 还有我自己就执着 执着在那里怎么样 保养他们的身体 叫好他们 太执着了 然后我自己身里悲伤 痛苦 觉得好像不听我的话 我就 他们 我的脸就变得很难看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在那里 看着我的脸就不能吃饭了 后来我就听了老法师的 还有您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 这个上知识们的教导 我就突然有一个 感悟 就是这个心灵 要转过来 然后我就检讨我自己 我为什么会被人家感觉我 看到我的脸就不能吃 不想吃饭了呢 我也觉得 好像好像我的 我都笑不起来了 后来 我就用这个方法 老法师说 要用在生活中 就是要改心念 所以我每件事情 我就会 内看 这个要不要 就是不要怨对方 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然后呢 慢慢就觉得自己喜悦起来 然后那个 各个方面都觉得 真心的感觉舒服了 就是说 对家庭的真心的关爱 小孩真心的照顾 真心的感恩 都是感恩的心 所做的一切的交入 一切的 一切吧 都是很感恩 非常的感恩 真心的感恩 所有的朋友 亲戚 家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哎 现在能笑了 能唱歌了 然后新生 新生也会跟着我 哼下歌啦 小孩子也在旁边哼下 唱下歌啦 然后呢 自己觉得 哎 这个心内一转 真的是改变很大 就是烦恼 各方面都减轻了很多 那肯定也没有 全部消掉 但是大部分来说 收获挺大的 就是说 心也改变 心态 那个 颜色也没那么难看 感恩 谢谢 这个 一天 能改一个 这个也是师父 给我们教诲的 脸色变好看一点 一天能改一个 我相信 我们改往修来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我们虽然现在是在第二品 但是你看 无量寿经后面的 其实跟前面 都是呼应的 所以学佛就是改心 转心念 能够念恩 忘愿 哪怕是别人对我们有 埋怨 我们能够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从我们的内心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 老法师说的 心静 佛土静 对啊 佛土静 自己的家就是了 依报随着正报转 余诸众生 视若自己 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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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报随着正报转 那个 我们看 无量寿经 讲到的 树生我岔 受安乐 我们假如把这一句 现在落实呢 我们不能说 这一句 我到极乐世界 在落实了 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 有提到了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所讲的 都是我们 做得到的 那哪有说这一句例外 你看我们 成立一个道场 那希望每一个 有缘来的大众怎么样 进了我们的这个道场 我们都能够啊 护佛 种姓 常死不绝 把他的善根 藉由到我们这个道场 不断地把它唤醒 所以这个 树生我岔 我的道场就是我岔 我的家庭就是我岔 我们就要把 无量寿经 就落实在我当前的 这个静缘当中啊 这叫转经啊 不转经就被经转啊 为什么 觉得做不到 经典是经典 生活 处事在人是处事在人 那法达禅师不就是这样开不了物的吗 他去见六祖大师啊 顶礼 头不顶地啊 因为他就念法华经念了三千遍了 他没有把佛华经变成生活了 他念着念着慢兴起来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佛法是不饿啊 佛法就是生活 我们才录得了不饿法门了 好 所以这个心静 佛祖静了 我们心静能转 我们这个家庭啊 也会跟着转变啊 好 谢谢穆仙 我们接着请董老师 尊敬的成德法师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 阿弥陀佛 丽雅呢 特别惭愧 在这里呢 应该是遵照成德法师讲的 要联系一下实际 本来是想汇报 但是那个故事就觉得有点长了 丽雅先汇报一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呢 会对成德法师 在这里一定要汇报一下 要不然的话 就是就今天睡不着觉了可能 因为自己才多少 这两年来了 才发现了自己的愚钝 就是两年前 成德这件事 向大家诸位大德 也是汇报一下 两年前成德法师 给我们德国干部们上课 然后呢 谈到这个学习经教 当时呢 丽雅就向法师汇报 说呢 大精姐一部 从头细细的看到了尾 都学到了尾 六百集 一千两百个小时 一集都没有落 老老实实学下去的 然后呢 成德法师当时 小咪咪咪的问了一个问题 这部大精姐学下来 嗯 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丽雅当时就愣住了 千言万语 不知道从哪说起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 在认识师父上人之前 一辈子也没听闻过佛法 对佛法是一无所知 从零开始 然后呢 学习大精姐 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 从释迦牟尼佛 老人家在这部 经节里头讲的太 涵盖太广太大了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给丽雅打开那么那么大的眼界 然后呢 从世尊这个硬化 就下世来成佛 一直到他涅槃 这中间所有所有的故事 以及佛法 这个整个三千年来的历史 以及很多重要的经典 然后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其大无外 我才知道 这个 这个维斯空间是无量无边的 然后又发生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呢 其小无内 每一个毛尘里面有一个宇宙 而这个宇宙里面又有毛尘 就是这个毛尖上的这个 这么大个地方 然后这里面又有毛尘 毛尘里面又有 这个无量无边的宇宙 这个让丽雅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每天学经教的时候 就是一天最快活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一种享受 听到老法师说一点没错 这是一天心情最愉悦 然后心开意解最快活的时候 所以听到法师 成了法师这么一问 这个就觉得千言万语 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然后呢 法师也特别的慈悲 就笑眯眯的又接着讲课了 丽雅也没上心 就是这么愚钝 就是这么愚钝 然后呢 就从那开始到现在 有几次听师 师父讲这个 讲传统文化呀 讲佛法的时候啊 就把这些事带出来 可是呢 丽雅从来没想到 就觉得是想别人的故事 跟我没关系 就是每次就这么听了 一部大经节 不知道说什么 就从来没有反攻自问 也没有自省 然后呢 就每次听了 就无动于衷 就跟听别人的故事一样 就是上次前一节课 论语课的时候 法师呢 又把这件事提出来 忽然自己才一个机灵 这不是在说我吗 为什么这个问题 法师两年前就提过 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 自己就没有想过 就没有反思一下 也没有总结一下 就这么呼呼 悠悠呼呼就过去了 就这么一想 在课堂上思想 看下啥 向法师忏悔 这脑子这么一想 就忽然就冒出了 师父老人家的两句话 第一句呢 师父老人家就讲 他有一次跟一位法师 谈谈佛法 师父老人家就问他 说整个一部大藏经 世尊四十九年 所讲的这个佛法 可不可以用四个字来代括 我当时列尔一看 也是一机灵 说四个字 怎么能代括这么大的佛法 一句话 一句话 刚开始是说四个字 四个字 就是跟这位法师 然后呢 这个法师说不出来 老法师说 诸法十相 那个法师马上就赞同了 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呢 就是师父老人家 在讲到这个大波若经 六百卷 老法师说一部波若经六百卷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当时也是瞪大了眼睛 师父老人家就说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哦 才知道这一部六百卷的大波若经 就是讲了这一句话 所以 成长法师就在这个轮椅 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一下这两句话 一下冒出来 就所以丽雅就想 是啊 为什么自己都两年了 就没有想想过呢 就没有用下心呢 而且法师提了这么多次 我就跟听别人家的故事一样 就不往心里 就这个愚钝哈 所以才明白 师父上人重要的是 都不是说三遍 也不说十遍 要说一百遍 我们都不动心 所以成长法师 这两年里 断断续续提到这件事 哎呀不动心 真的不动心 所以这次才动心了 这一回 这一刚一想 我特别惭愧 就是说 为什么就没有总结一下 不想想 师父上人家讲了什么 在这六百集的大经节里呢 就这么一想 两句话就出来了 所以 我们太愚钝了 这两句话 现在向法师报告 向诸位同修报告 丽雅通过这一部 大经节 实际上 就学到两句话 第一句 认识了佛教 认识了净土法门 第二句 下定了决心 此生一定要往生其乐 亲事弥陀 就现在呢 就向法师和同学们汇报 不然的话 法师 以后再提 丽雅就太对不起法师了 就一直不动心 一直不想 就是不想 就是这样 觉得跟我没关系一样 就是太愚钝 太愚钝了 那以后呢 再向法师汇报 就是这个落实的情况 那就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 非常感恩法师 丽雅 这个这两句话 就现在就真正的记在心里了 阿弥陀佛 谢谢董老师 确实 我们 熏席 一部大经节 也是 要反观 哪一些教诲 也是深深落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说入心 才不会忘 才能够受持 他就随时在指导我们 那这一句 随时指导自己了 那自己不会留恋世间 我珍惜这个念佛法 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了 我们刚刚讲的 所作以伴 不受后友 不受后友就是不再投胎了 我是往生 我是活着去的 那董老师 陈德也是觉得 他善根深厚 他可以感受到 华严经 无量寿经的书圣 大乘佛法的书圣 他觉得听经 真的是享受 那种 重重无境 华严境界 我们相信 圣言量 佛陀 插电 彻底 觉悟的圣者 他讲的都是 真语者 实语者 所以我们知道 真相是 世事无碍 重重无境 我们那种 觉得自己 微小 心就提起来 不容易傲慢 那当然 我们也相信 因为华严经 开头就是 奇灾 奇灾 一切众生 结局如来 智慧得相 我们只要能够放得下 我们也能够入 这无碍 这无碍的法界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宇宙 确确实实是 重重无境 我们的 敬畏心就起来 不会轻慢 哪怕是一个昆虫 你都不会轻慢 哪怕是一个植物 你也不会轻慢它 因为你了解 这个真相 所以老人家 有一个专题 叫 人生最高的享受 叫听经文法 董老师有尝到 那个味道 那当然听的态度 入了心 是解形相应 不是只光听而已 就像老人家说的 在菩提心灌注 在整个生命中说的 体会得就要落实 听经产生共鸣了 感悟了 不是一时激动 就要去落实它了 怎么落实 我们学到这里 怎么落实 普贤十愿 这个是纲领了 连四十八愿 都是普贤十愿展开来了 所以这个礼敬诸佛 我们已经知道一切众生 只有如来自会得相了 我们相信了 我们也体会到了 从跟人相处当中 看到众生 是有善根的 就像有一个公案 王阳明先生 刚好当时候兵荒马乱 被他遇上了 被一群盗贼给抓住了 这群盗贼还挺有意思的 知道呢 王阳明先生被他抓了 就到他面前来了 然后就说 你看我们都是干坏事的 来来你证明给我们看看 我们有良知啊 那这个王阳明先生说 好啊 那我说什么 你得配合我 我才能证明 没问题 接着就跟他说了 你现在把你的衣服 一件一件脱掉 一开始 没问题啊 脱 脱到最后一条裤子了 不好意思脱下来了 这个答案 你看你们有良知 这个不简单了 王阳明先生 他能够体察 众生确实是有良知的 他那个羞愧心就是他的良知 其实我们修普贤型的人 都要在生活里面的这些细节 去体会到人的本善 你说他有习气啊 那习气不觉本无啊 你不要把他当真 但他那个本觉本有 他一定会在这些生活处有流露出来 我们能够理静 我们就能称赞 就能看到 不要小看那个称赞的力量 你一称赞 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我们做小学老师 体会最深 那小朋友都考不及格的 哇 你一直照顾他 很关心他 哇 他上你的课可专心了 最后一考 九十几分 把同学都吓坏了 然后呢 从那一次之后 每一次都是九十几 没有掉下来 你看那孩子多有潜力啊 可是他可能周遭 没有理静他的人 没有称赞他 所以他那个本有的善呢 留不出来啦 总在欲缘不同啊 那所以这个 听经文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随着每一句老儿上的法语 流入我们的心 那个熏啊 熏啊 不知不觉 就随着老人家的法 我们的心境也在转变 那还有呢 这个东老师善根已经很厚了 都比陈德还厚了 这个陈德 在现场 我曾经听老人家现场讲的 2016年 老人家谈了跟李敏兰老师 学习十年的音缘 那个 首先呢 我在现场听了 然后从那一年开始呢 所做的培训呢 每一次都有 这一堂课 还给人家讲分享呢 结果居然有一句最重要的话 我都没注意到 到了去年 注意到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都一惊啊 怎么最重要的话 我都五年之后才重视到 所以自己的善根太薄了 哪一句呢 老人家讲的多明显啊 善之士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这句够明显吧 最大的帮助 帮助我们什么 帮助我们放下 妄想分别 执着 忧虑牵挂 可能 我没有重视到这一句 人家一问我 善之士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让我了解一些 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可能是这么回答而已啊 其实那更真实的受用 帮我们放下 重视到这一句以后啊 那就问自己了 我们刚刚说得要善思维啊 那 师长帮到我什么了 我的忧虑牵挂 有没有减少啊 我的分别执着有没有减少啊 师父领进门 修行还得靠个人 那老人家每一句都是法药啊 就像医师开的药 我们吃下去铁定了 药到病除啊 那每一句法药 我是不是真正受辞了 不然我一定 句句有受用啊 再去思维 每一句法的受用是什么 念念为他人着想 那当下这个知识之地就要放下来 就烦恼情了 这执着就淡了不少了 一听到老人家讲 随喜功德 那嫉妒心就要放下来 都是法药啊 好 这个 现在太踊跃了 都能举手了 我们 这个 先 先来几句吧 有点分享 有点净度 不然今天可能变成 这个陈德华师 老毛病又犯了 这个 上课一点净度都没有 好 这个我们待会 待会 我们再来 分享交流 不止没有净度 还倒退 复习前面最后四句 都还没有新净度 所以 这些大菩萨 包含我们的善知识 我们的师长 都是帮我们 调伏我们的妄想 杂念 烦恼 调众生 宣妙礼 老人家讲经 六十多年 都是在宣妙礼 陈的印象很深 师长讲了 真正的热 不是从外面来的 从外面来 叫刺激 叫打麻醉药 哇 你看开启得太精彩了 你比方说 我吃一碗 素肉饭 哇 好高兴 快乐 你吃两碗 吃两碗还乐 你吃三碗 就喊爹喊娘 你真正的热应该怎么 它一直增加你更热 怎么会到最后 它是让你的病 你的这个饿的病暂时停止 它没有解决掉 而且那个刺激一定会带来 某一些副作用 所以现在人常常找乐子 你看把身体都搞坏了 身心俱疲 真的找乐子 怎么搞成这样 都是从内而外 这才是真的 哇 你说这个宣妙礼啊 我们把这段话听进去的 那人生的追求不一样 不会再搞那个轮回业了 自逃苦吃啊 自干堕落啊 自作自缩 自觉坟不满 不干那些事了 所以这个宣妙礼 我们上一次提到了 明白佛讲的这些义礼呢 哪些该放下 自然放下 该取的我们会取的 还记不记得我们比喻 一边是黄金 一边是米田贡 黄金是极乐世界 你念一句 莲花就开得更大了 右边是收婆戒 米田贡 你再去抓呢 臭了一身 你何苦来的 这个比喻比较具体 不好意思 有点太粗鲁了 好 宣妙礼啊 我们一个方向 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接阿弥陀佛 主功德是福田 其实啊 有时候都感觉到 法华经讲的 善知识者是大因缘 所谓化导 令德见佛 没有善知识讲解 很多重点 我们深入不了 你看师父讲 什么叫功德 这个不能划过去呢 好多话都很关键 六指大师讲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只有功德能救 我要搞了一辈子 都是福德 那不是很冤 但前提是要把功德搞清楚 六指大师好多话 very important 还有一句 不是本心 学法无益 哇 你看这话 分量够重吧 学法无益 代表什么 学了一辈子也没用 首先要认识本心 因为所有的教法都是让我们恢复本心 老二上够慈悲了 怕我们体会不到本心 他把它拆成五个心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让我们好去领会 去感悟 我现在有没有偏离了这五个心 我们学法 佛法 读书胜的缘 可是我们不是本心 越学越见人家过 越傲慢 为什么 懂多了 又不是本心 还让忘心挣扎 傲慢是忘心 拿着佛法的道理 要求别人 要求家人 要求控制的心 因为学佛增长 你说冤不冤 百千万劫难遭玉 是要帮我们卸托的 假如我们不是本心 那就招踏了这么大的因缘 所以我们修学 我们跟五星要越来越相应 跟真心要越来越相应 怎么相应 修功德 主功德 修布施是功 放下千滩是德 放下才是功夫 修忍入是功 放下称慧是德 放下了就是功德 尤其是放下自私之力 一生为众生 主功德 阿弥陀佛给我们做榜样 我今天是有进度的 现在又到了第八瓶了 汇立群生 志愿无倦 都是为众生 没有想自己 鱼童有情 这个都是吉宫里的 宫敬三宝 奉仕师长 我们这几品也有讲到了吗 通修法性 达众生相 然后 这个还用身教 师长也讲到的 佛菩萨他都是 表法在先 供养诸佛 公敬三宝 是第八瓶 供养诸佛 开导群生 身教在前面 供养诸佛 孝亲尊师 这些都是 极功敬的 尤其我们今年 是虎年 我们看到 大家都很勇猛 你看开春 都留下 惭愧忏悔的泪 大人虎便 而且我们这个虎便 怎么便 以无量寿经为标准 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这个大人就是我们的真心 这一年 要把我们本有的弥陀 恢复回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变化 那我们真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弥陀 本心能够恢复过来 那我们的家就变道场 就变净土了 我们所在的单位 就一如是 主功德 是福田 佛们讲 福慧 双修 福很重要 你没有福 众生不大愿意接近你 之前上一节课 应该有跟大家提到 遇到一些长辈 他们的孩子可能跟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小一点而已 都问我说 怎么 当时候因为我出家之后 都在汉学院接种比较少 以前有机会接触到大众 蔡老师 怎么你们的人都这么瘦 这个你看 他们都有担忧了 我的孩子脚像这么瘦 我多心疼 所以我交代我们的同学 双下巴要出来 双下巴要出来 要有福相一点 不能 所以这个四福田 让人家 首先看起来很有福报 那这个也装不得了 向游新生 心广底盘 心量大 相貌就跟着变了 那这里我们就举到了 我们看老人家很会 就地取材 能净取辟 马上在座 你看我们这个逢宫下 老居士 他就是很好的表法 接着又自己献身说法 自己也是改造了命运 而且后面也提到了 你真的要积累广大的福田 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布施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 都比不上四句记的功德 所以 正觉有一件重要的任务 安排 我们摄影棚 那老人家在那 讲了好多遍的经 我前几天进去 磁场还很强 确实没有善 法会没有善 大家轮流 每个礼拜最起码有一个人去讲 中文英文都好 讲英文 首先呢 我们现在很多华人的第二代 中文不是听得很懂 用英文讲听得懂 大家为诸树类做不请之有 这个应该不是我开口的 你们会英文的人就要主动了 就要转无量寿经 感受到了 什么时候是发菩提心呢 谁是菩提心 你今天遇到了这个人 这个事 有没有给你一些人生的感悟 比方说 我接触不少全球华人 看到六七十岁的人 哎呀 我的孩子都不懂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 他也是我们一个发心的源 愚租众生 失落自己 整记附和 皆度彼岸 那他现在那么不安 那我们能做什么 那现在这么不安的 华人长者有多少 你发心出来讲 能安多少 一生为家为社会奉献的华人 长者 哎呦 现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华人 多少都很很有这个传统文化的情 简 他们是做出贡献的 让他们的晚年还那么操心 我们不忍心 我们解谈难媒之极 用英文 首先把五轮八德讲清楚啊 人知诸性本善呢 有机会听到了 他能接受的 又有 我有一次 从法国 巴黎 要去坐飞机 我们 一位任居士 载着我 他就提到了 他说 我的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 学了一段时间 觉得中文太难了 不愿意学了 我印象就很深了 我说全世界最有系统的文字就是中文 六书造字 你了解这个系统 那学起来轻松了 我问问大家 你们就感觉到了 那比英文容易太多了 请问大家 经木随火土 跟他相关的字有多少 你看一个经 多少字啊 你看一个木 哇 所有跟树有关的 你可以一起记啊 而且行生字啊 好记啊 木是行啊 松 旁边一个公啊 松公啊 松就是那个公啊 好薄 你看多少记啊 可能一节课 他就可以记三十个字了 五十个字了 有方法的 但是你看 多少这个 父母愁的不行啊 所以大家为诸数类 做不请自由 结果我记住了 我还是有尽一点心力 我说去年放假 我就修普鲜行 请转法轮 请我们一个专门负责 他是深入文字学的 让他给小朋友上课 还把他拍下来好啊 愿意学的都可以学 这个链接啊 可以发到群里 提供给大家 做参考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菩提心 菩提心 密中讲 顺理菩提心 还有一个是随事菩提心 你有没有 随着你遇到的事 你更加觉得 你有责任 你有使命 更让你体会 这个时代人的需要是什么 我为人人 孟子说的 君子以人存心 以理存心 忍者爱人 游离者敬忍 爱忍者 忍恒爱之 这样子人生多好啊 当然我们去爱忍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心 要求别人爱了 我们也是三轮几空了 好 所以这个 我看到我们上来的同学不少 见者有份 一个礼拜 我不苛刻了吧 常怀也痴忍 我也得落实啊 不能一下子 不行 一个礼拜三个人 一下你们今天就睡不着觉了 慢慢来 寻寻善诱 最后让你们欲罢不能 然后每天都想去 供养大众 经教 这真的 不只听经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分享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分享的时候 首先没有忘念 你在跟人家分享 还开小差 你接下来就很尴尬 我刚才讲哪 你的全神贯注啊 人没有忘念的时候 很舒服啊 念的都是无量寿经的句子 讲的都是老儿上的经教 那满满的正能量啊 就在分享当中 一直充电啊 我试过很多遍了 比方说 这个鼻塞了 结果一分享完 通了 我这个真的是加持力啊 很大 很明显 我们看到 是福田 那众生要有福啊 他才能安定 我们要有福啊 我们才能扶持好众生呢 所以我们也要修广大的福报 不是给自己想 给众生想 要越识越多 越来越识 舍得 舍得 得了要再舍 那接着 以诸法药 救了三苦 我们有进度了 这一句是今天的进度 哎呦 刚好八点半了 这个我们 欧洲已经九点半了 每周还早 那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三苦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是 我们说三戒 通苦 那这个三戒里面 有什么苦呢 有苦苦 坏苦 行苦 这苦苦我们就 很能体会了 生老病死 愿正慧爱别离 求不得 无因至甚 尤其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啊 人心都不安 那怎么 让众生的心能安呢 那就要以诸法药了 理得 心才能安呢 人的心不安 都是因为有所 担忧 你明理了 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那 比方说 有一法 能够 调伏我们的担忧 生性因果 我们为什么未来烦恼那么多 不生性因果 我们为什么过去的懊恼那么多 没有生性因果 生性因果的人不止不会懊恼 还会欢喜 为什么 再还晚啊 再还啊 就是有点不甘愿嘛 所以我们看老人家在这里 就就提到了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在四福田里面有讲到 所以真的 佛法是真能帮我们聊苦啊 真能帮我们从苦当中解脱出来 什么时候 当下 就是迷才有苦 就是迷才有苦 绝了就不苦了 绝了烦恼就变菩提 危机就变转机了 冤亲就变法律了 当下就可以解脱出来 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 依教奉行 所以刚刚说 我们可别自讨苦吃啊 为什么 明明手上就拿着法药了 不吃 那 没有办法 佛菩萨也只能在旁边等待 机会护我们 他该讲的都讲了 我们看 师长说的 诸法 以诸法药啊 我们一定要找出他的钢铃 简单明了容易 这才好修 师长 他在教导我们 这么替我们设想 首先我们要珍惜哦 再来老人家这个心境 我们学到没有 替人设想 考虑做道 我们学不只是学师长讲的道理 我们学还要立体的去感觉到老人家讲话背后是怎么做人的 怎么做事的 穆贤当目其心 你能这样学啊 老师的存心 老师的整个思想体系 老师教学的方法 心境 你都掌握了 你就活学活用了 不是去死背一堆教理啊 一个人讲法 心生种种法生 他的心境到哪个高度 他自然能开出那样的法 所以红法的人 不是在背很多东西而已啊 当然那个背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也要清楚 济温之血 不止于为人师啊 更重要的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心境 但心境怎么提升呢 解形相应 更重要的是什么 放下习气 这叫格物 物格而后知智 所以物格叫烦恼清 知智叫智慧掌 那我们要红法了 烦恼清智慧掌了 当然能红法啦 你看智慧常常涨啊 都在观照心念 我的意有没有沉 心有没有正 那个正念分明啊 很能起观照了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稍微有一点贪真痴的苗头一出来 阿弥陀佛 就把它扶下去了 念念未人想 就把它扶下去了 所以学东西啊 不能学一个点 不能学一个线 也不能学一个面 佛家讲八面 佛家讲八面 是立体的 心 因缘果 理事 体相用 心行 心就是体啊 行为 跟自己的真心 是一不是二 所以老人家 讲出来了一句话 他的心就已经起作用 是我们能不能看懂 我们除了珍惜以外 我们真的要效法 老人家的心 珍惜他 他给我们 掌握出来的纲领 也要学到他 互念地址 这么样的细致 这叫师臣 这师臣里面就是 老师的心境 念念成就学生 师徒如父子啊 啊 在那十年英元 我们去听老人家的心 啊 那好多话 听了真的 眼眶马上就 泪水就 出来了 老师真负责任啊 你看老人家讲这个话 他真的体会到 他的老师的心啊 他不只体会到了 他把它传承下来了 不然他老人家 为什么讲经不中断 讲话很好气的 他也是承转了 他的老师 未改心肠热 全年暗路人 但能光照远 不惜自焚身 六十多年 这个号的元气啊 还是多啊 但我们相信老人家 他有红寺院 他长久注释 是因为他是过来人 他知道红法不易 他在九十岁之后 讲经多次提起 年轻人肯发心 我给你们做护法 老人家注视 他的福报 他的 他的 这些教诲 就一直护着我们 老人家接着 又针对 这五个行门 给我们做开解 刚刚还跟大家 交流到一个心境 就自己的善根不够啊 你看 师长在十年英元 讲得这么明显啊 说善之士给我们最大的帮助 我还把他漏掉了 所以不行啊 不能走马看花 有这个心境以后 哪怕以前听过的经啊 都觉得 哎呀 太多重点 我划过去了 就像接下来这一段 三世诸佛 敬业真英啊 这个三福啊 也等于是四十九年的浓缩了 刚领了 过去现在未来啊 都是因为就敬业三福 才能成佛 所以忽略了敬业三福 是修不成 这个还没介绍极乐世界 先讲敬业三福 可见他的重要性 而师长慈悲啊 提到第一福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 我们每一句要随文入观 我有没有认真去做 修行不是说外在的 十年二十年了 有没有曾经认真去落实 第一福 甚至于我们在 缩小范围 有没有真正认真的去做 校养父母 我们修学 五年八年甚至于一二十年的 同修们都要 审慎的来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真正认真的去做 认真的去孝顺父母 其实每一个要红法的人 你这一点没有做到 红不了法的 你讲的天花乱坠 射受不了人心 为什么 你对父母的那种真心都没有出来 你能用真心去射受众生吗 那哪怕你讲的时候 底下的人一直操 可能就是你名词术语用多而已 你真正在讲课的时候 你提到你怎么孝顺父母 你怎么忏悔自己的不孝 底下的人跟着你流泪 那叫射受众生 你没有认真去做过 你能讲出来能感恩 自身吗 你自己 没有去感受过 哎呀 父子有亲的那种快乐 那你怎么去告诉别人 父子有亲的快乐呢 父子有亲是天性 大孝终生 母父母 你怎么去讲大孙 他有了天下 他也不乐 他有了最贤惠的 漂亮的两个妻子 他也不乐 最后 父亲接受他了 后母接受他了 他很欢喜 很安慰 那我们看到师长 我们世间话说的 已经提高八度在提醒我们了 我们总不能又把它划过去吧 假如没有认真去做 你所学的佛法完全落空 这个词能划过去吗 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啊 用到这个词 我还是会划过去的 所以不行不行 现在 哎呀 这个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 三知识都用到 会完全落空 我都把它划过去 那我太不恭敬了 就好像 我也曾经提醒我们同学们 孔子在叹喜的那些话 都要高度重视 那圣人他不会乱叹气的 那个叹气的背后是慈悲 孔子有讲 法语之言 能无重乎啊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 善有为一啊 现在还有人为了护念你 能把你的问题跟你讲 这是法语之言 现代人都不愿意得罪人啊 法语之言 能无重乎啊 改之为贵啊 你不能面对这样 这么好的 质量义友 好好好 对对对 谢谢谢谢 哇 没改 人家不愿意再说了 都是 好像有一句话叫什么 认真忏悔 什么不改啊 坚决不改 那就不是真正打从心里的忏悔 忏悔的时候是真心的话 那个忏悔心自然就流出来了 自然就愤发 忏悔 愤发 改过 所以老人家 这个孔子的心 我们要体会到 师长的心 我们要体会到 所以孔子这些提醒 改之为贵 训誉之言 能无悦乎 训誉之言 就是对我们的肯定 对我们的赞美 能无悦乎 被人家肯定的心里很安慰 欢喜 但不能太欢喜 意之为贵 你得静下来想一想 我有这么好吗 人家是给我信心 那我要再接再厉 我们能至少为主 更不能自满 你看这个心态多重要 孔子说 月而不易 人家肯定我们 我们很高兴 但是没有静下来 好好在 观照观照 反思反思 从而不改 跟人家说 谢谢你的提醒 但是不改 孔子说 无墨 如之和也意 就是说 我拿这个人 也没办法 为什么 都是表面功夫 那个事事事 也就是应付人家的 不是发自内心的 执行是道场 没有一句回应 人家是应付的 这个才是在修道 接人家的电话 既然接了 就要恭敬地听 不能很怠慢这个人 你怠慢一个人 你的心就在那个过程 在堕落了 假如怠慢的 有好几个人 不知不觉 可能对其他的人 其他境界也会怠慢 所以那礼尽诸佛 很重要 我也观察过 都是讲课很多年的人 听到别人分享 那个表情都是傲慢 没有恭敬听人家讲 没有礼敬 那就是没有落实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那到最后会被自己给卖了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功夫 都被外在的相骗了 我念佛很勤 我讲课也好多年了 放下才是功夫 在一切境界放下应付 提起沉静心 全修在信 我们所有的修行 就是为了恢复这个真心 那所有的修行 就是包含一切始一切处啊 常行相应 无边诸行啊 我又有进度了 成熟菩萨 无边诸行 卫教菩萨 做阿舍礼啊 这四句就是 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啊 各行各业都在给我们表演 都在护念我们 他们的这些菩萨 在各行各业表演 他们是长息相应 无边诸行 你看师长 他这个 哪怕是一张卫生纸 都非常节俭 我们跟老人家一起吃饭 他那餐 这个碗筷啊 这些都是摆得很正的 任何同修来 当时候在澳洲进中学院 有同修 哇 跑那么远来 老人家都满重身院 哪怕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请教问题 老人家都非常 慈悲 针对他的问题 针对他的问题 给他解答 那甚至于是什么 骗他的老人家都理经了 我们都现场见过的 所以老人家都把普贤型 演给我们看 所以师长用到 不然会佛法完全落空 用到这个词了 我们不能滑过去 这都是善知识 高八度的提醒 我们要珍惜他的苦心 所以假如不落实 效养父母 落实第一福 纵使一天念十万身佛号 也不能往生 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的 为什么 三世书佛 都是以这个修行的基础 没有基础 那怎么可以呢 没有一尊佛不孝顺父母 没有一尊菩萨不孝顺父母 你忽略了 那就是师长老人家常讲 这个花没有根 过几天就哭了 甚至发错了 有时候我们修行 三五年 念佛 拜佛 从向上看都很用功 可是没有从内心里放下习气 那因为我们 这么展现 好多佛友都会觉得我们 哇 那个人好精进啊 哇 那个人是学佛的榜样 那个好看 只能撑一死 等到那个习记 现前了 家庭的问题会出现了 可能跟大众相处 问题都会出现了 这个时候不止没有对佛法 对众生有贡献呢 可能会影响人家对佛门的信心呢 可能就破坏佛门形象 所以不能没有根 不能做没有根的花瓶里的花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所以许多念佛人 疏忽了这桩事情 所以念佛 念一辈子 不能往生啊 导人家是怕我们 误了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机会啊 马上举例子给我们看 台中联社 为什么一万个人 三五个人往生 这个一万个是念佛人 不是指大众 为什么 没基础 其实没基础啊 对父母都有可能造业 那就不要说跟别人相处 要求生净土的人是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疆 我们没有基础 那我们每天生口意会怎么样 有可能不造业吗 那只要还有造业 造恶业 那业有力量 那那个业力会越滚越大 那可能我们就会越受障碍 所以这个是存在的 我们假如生口意 不造业 不造恶业 修敬业 慢慢人就感觉轻松了 业消自然 这个都可以勘厌的 了凡事去那个勘厌很重要 他有吉祥的状况 有不好的状况 或夜梦颠倒 或妄言失智 或失会而人返怨 或见君子而懒懒消局 或闻正论而不乐 这个都是业障 慢慢在现前的状态 要赶快改善 后梦非不太虚 后梦床方宝盖 后梦往胜先贤 提膝以皆矣 这个我们都要勘厌 你看不好的 或无事而常烦恼 没事的时候 就心里还有点苦闷 没事就赶快念佛了 还苦什么闷啊 要把念佛当第一 所以师长讲 没基础 没有认真去修这个基础 所以不能往生 所以凡事能往生的 你去打听打听 这个基础一定做到了 所以不能侥幸 一定要查基础 好 今天时间也超过了 我们最后开放一位 三到五分钟 我们最后都会开放一位 不分享会睡不着 不然我就脑害众生 因为现在要持戒念佛 持戒首先五戒 就是第一个不杀生 不脑害众生 有人不分享会睡不着觉 那我就脑害他 看有没有 他们都太慈悲了 他们怕的时间太晚 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